當時屋主就在那邊 坐著椅子之上 來去凶宅住一晚 直播主躺下去就頭痛 這門探訪全台灣鬼屋的 六一靈異探險團與蘋果新網 日前取得屋主鎮鋒好圖意後 一同深入台南永康這間 透天吉凶宅挑戰睡一晚 這間五樓透天別墅 前屋主將透天分為前後洞隔間 除自住也分租使用 之後基欠房貸遭法院貼封條遭斷電 直到警方破門找到失聯屋主 才發現他早已死亡多失 大門在這邊進來 那時候就看到他坐在這個地方 是那個鎖匠先看到的啊 記者跟著直播主蔡志志走上二樓 走進前屋主的房間 這間還滿陰的 我其實我早上 我下午進來的時候啊 我下午進來的時候 我進到那個前屋主房間的時候 我有感應到他還在這裡 他一直在線上告訴粉絲 他有感應 我後期熊宅通常都有靈動 我剛進來其實沒感覺 是我自從去到二樓屋主的房間的時候 我頭會痛 就是那種有靈體那種痛 之後我去到每一間房間都會痛 蔡志志一直說他頭痛 我覺得他還是在裡面 這次新屋主願意開放直播 也想證實裡頭有進化 他不住這邊 他只是偶爾回來住一下 算是高級住宅區吧 其實這間之前我們想來 這是愛玉門上鎖 這房間的信心是因為他後來有整修過 剛初因為是兇宅 所以就是工錢又比較多一點 直播主直嚷嚷葛局很奇怪 這間酒店大概有四五間 晚上十點三十分 跟直播主在前屋主斷氣處 打地鋪睡覺 有味道 不過他睡得不好 直說一躺下去就頭痛 到凌晨一點多 與前來接應的有人離去 白天跟著屋主拍攝的時候 覺得還滿平靜的 等到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 跟著直播主在裡面走動的時候 突然發覺有點涼意 因為可能也晚了 然後戶外有時候又會傳來 可能是鄰居加水馬達的聲音 嗚嗚叫的 然後那時候才被嚇了一跳 對於直播主的靈動感受 屋主正風浩說 靈動現象是被粉絲的期待 在磁場所帶來 屋主的冤魂早就被他請奏 蜜女士雜兩百萬裝修又送金 酒聖杯請走前屋主 我現在睡的就是 往裡無限式睡的房間 他XX在這裡 你只要開窗用電風扇來吹 那就是睡得很舒服很自然 才能有康吉凶宅新屋主正風浩 說到他東南夏良的房子 普為自豪 完全不害怕 自豪吉凶宅就是發生在四年前 轟動社會的自殺命案 屋主吳先生經商不順欠債 加上大陸妻子落跑 想不開在自家住處 還留下三張非我家人 入住說明的字條 恐怖的怨念讓投資客說手 從一拍一直到第四拍 前年中旬才由台中職業 32年的命理師正風浩 以562萬標下 蘋果新網前往採訪正風浩 他說起與這間凶宅的因緣 那下課的時候 我的學生跟我講 老師要不要來合夥 來買一個法派物 那個通靈的跟他講 那個凶宅 那個環境 是 那個房子是文昌集宅 原本是普瓜班的學生 找他合資 投資 用來當分租套房 沒想到 他老婆說 不行不行 不允許 他就尊重老婆 當時正風浩已經拍下 只好硬著頭皮純接 處理才知道說 糟了 他就自己隔了 管線亂接 而且地下前窗來破壞 馬桶跟你弄阻塞 管線亂撿亂接 敲得亂氣發燒 整個裡面 好像是放水栽一樣 原本是打算投資 後來念頭一轉 也想幫幫前屋主 我買這個房子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呢 我轉手的話 我會可以獲利 第二個呢 就是來幫助吳先生 胸宅整修沒人想接 想做的也開高架 做水電的在這裡 他下來要到後邊 肩膀被人家拉 左肩膀被拉 他花了兩百多萬 歷經一年多的修繕 打掉隔肩 半年以上法事送金進化 與前屋主談判 我都是用寡筊 直接跟亡靈溝通 我想跟你對話 你來了嗎 他說給我三行筊 我這樣的處理 你滿意嗎 一二三三行筊 你會照我們的約束 就離去吧 也是一二三 正封號信心滿滿 前屋主已經怨念消除離去 這房子很乾淨 記者跟隨他走進屋內 邊間加上大片落地窗 陽光灑入 絲毫沒有恐怖與隱神感 現在正封號開一千兩百萬自售 希望有緣人來談價 我是希望在一千二上下 這是二十三年前的 這棟房子它的價格 原先就是在差不多 兩千到兩千五之間 這開價買家們能不能接受 此就在大家心中 在我背後的這間豪華別墅 位在台南市的永康區 屋主在五年前結束生命 並且在屋內留下 非我家人入住所命的 詛咒自語 這間吉兄宅 地坪39.66坪 建坪73.87坪 市五樓邊間透天錯 歷經八度流標 一次氣標後 前年中旬第十拍 由台中命理師鎮豐號 以562萬元標下 不過因為太少住 最近它忍痛求售 開價一千兩百萬出售 價格還很堅持 這一間這一戶開一千兩百萬 其實是以目前來想的話 是一個行情的狀況 它也並沒有去把 凶宅的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 減價的一個價格出售 但據實價登錄顯示 同屬凶宅社區的 富華七階117項 今年4月一筆買賣 地坪34.2坪 建坪74.4坪 以850萬成交 是凶宅開價的85折 撇除凶宅的因素 34到35坪左右的 中平市的社區 大概一千萬上下 凶宅旁邊成交的 這戶850萬 其實是有受到凶宅的影響 但附近鄰居 對於凶宅的故事 似乎都不太清楚 你們來 搬來這裡多 2、3、4 蛤 它不是 大概3、4年 是幾 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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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欸 毛毛啊 毛毛 你給我貴 你給我貴嗎 蛤 你給我貴嗎 欸 我貴 已進化過的急凶宅 在夜晚昏暗露燈照射下 帶著些許神秘感 讓人不寒而栗 命理事項 記者透露 已有近十組人洽談 但開價約落在 700至950萬元間 不過他也不急著賣 他表示這兩年 和前屋主王林溝通 纏鬥 淨化 花上兩三百萬 裝修增建 驅鞋 還有精神損失 南北往來費用 這些都是成本 啊 沒有超過一千就不用了 因為他相信 不信者恨不信 還是有需求在 對這間房子有興趣的人 有的人想做宮廟 有的人打算開幼稚園 還有信基督教 或天主教的外國人 打探事故目前是今生 鄰居阿桑最知道 埋放最怕買到凶宅 一般專家都會建議購物者 上凶宅網查詢 或向鄰居 匣區派出所打聽 但這些招數真的有用嗎 蘋果實測給你看 除了上凶宅網查詢 台南永康凶宅 可以發現到簡單案情 陳述凶宅現場 留有怨念紙條 再進一步詢問鄰居 但已擔心房價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沒有清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完全不認識 你們來 附近鄰居閉口不貪 蘋果記者一路訪查 直到一公里外的小吃攤 才有阿沈願意透露 有什麼依言還是什麼說 就是不給別人做對不對 沒有 你毛毛啊 毛毛 你給我看 你給我買嗎 沒有 我給我買 你給我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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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起及凶宅命案 附近大姐們還是粒粒在目 蘋果最後走訪凶宅轄區 永昕派出所表示 當時處理的警員已經調走 最資深的也只來不到三年 我們也不可能跟他講 你也知道怎麼可能會去跟人家講 一般會去像法院查詢還是怎樣 法院他們不會有新聞 不過要法院跟這個有習俗關係吧 透過公家單位或許可行 不過程序繁瑣不易 若想避免買到轉手賣出的 重生洗白凶宅 還是得多實際走訪打聽 才可探得點虛實 文昌極無變凶宅 前屋主犯了這錯誤 非我家人入住所命 三張一副紙的自殺詛咒 讓台南永康這間五樓透天別墅 蒙上一層神秘面紗 逆經十次法拍前年忠德歸宿 在新屋主命理師正封號 花僅一年半時間 兩百多萬打掉隔間整修 與送金進化 影頭現在看起來相當舒適明亮 蘋果新王找來不知情的風水老師 御元泰來替房子拔拔賣 這裏裡面車會找人一些 風水老師進屋直說 這世間文昌極宅 已經到二樓屋主睡覺的地方 屋主睡錯的地方 就是一個兇煞的一個地方 這邊其實這個運不能睡 警政來說的話 他應該睡在最後面 二樓後面的位置才是好 而老師指裡頭問題更嚴重 它裡面之前有做很多的格局 行路就是曲曲折折 那鄭老師改變之後 它裡面變得比較通常 來看看外頭的風水問題 來去的氣口 它這邊來去的氣口 這邊有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是隱山 這邊叫做烏黃 那之前我看Google地圖 這邊有一個大樹 它應該會有一些樹藤 外在加內在凶煞交疊 把集宅變凶宅 這個房子其實是個 旺山的一個宅地 但是主要是室內格局 錯了 加上五房 它的陰宅 一定也有 家族的陰宅還有出問題 不過風水老師說 新屋主法事有做夠 加上格局改好 整間房子目前沒有太大的風水問題 加上鄭老師的一些努力 我們講的一些 所謂的跟王者溝通的一些方式 而且風水如牛鑽 另外煞氣部分也會隨著時間減弱 八雲兄仔現在還剩四年 九雲之後其實它格局都會改變 改變之後其實 兇就不是兇 旺就不是旺 不過風水堪雨穴 信者很信 房子也會吸引屬於自己磁場的人 兇不兇 短看個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